你现在只不过是民科里面其中一个小故事 在以往所有的战役之中 文彪一直都是以碾压对手的形势轻松获胜 未尝败戒的他也渐渐盲目自大起来 龙天出狱后两人第一次在餐厅的楼道上擦肩而过 暖赞的惊鸿一天文彪就轻率做出判断 一个人连火气都没了 还能做出什么来 下下相反经过牢狱的洗礼 龙天虽吞去了锋芒毕露的性格 却增添了不少深思熟虑的文件 龙天回历天上班的消息丝毫没有影响文彪的计划 他再次使用惯用的伎俩 先是散播夜宵里被扣押的利空消息来挫低明大的股价 接着以民科的名义趁迪西娜 为了阻止文彪拿到明大的决定权 董事会立马有人提出反收购跟他抢货 这时龙天占了出来 如果我们反收购的话 就中了徐文彪的轨迹 其实他这么做目的就是想钱滚钱 他首先会压低明大的股价 然后趁迪西娜 等到我们反收购 外面抢高我们的股价之后 他就会全部抛出去 我们干嘛白白送钱给他还 这时有股东说文彪宣布全面收购明大不像开玩笑 在龙天看来 这只不过是文彪虚张声势的手段罢了 目的还是为了引起明大董事会恐慌来跟他抢货拉伸股价 龙天清楚文彪手里的资金根本买不了多少明大的股票 他早有应该支撕从文彪手里拿回明大的股票 首先我们要抛出更多的股票 那当然我们先要为自己买保险 我们可以找明大旗下任何一家上市公司发行信股 那明大的持股量就会增加 巩固了控制权 我们就反顾 解决表面问题后 龙天提出维维就导的战术反过来收购明科 因为明科是文彪仅有的财产 定会不惜一些代价保住他 而文彪在收购明大时就已经花了不少钱 如果他要保住明科就必须抛售明大的股票 但这一切还只是龙天的分析并不代表最后结果 你放心 我们一定赢 果然明大宣布发行信股效果立干建 文彪只能放缓买进明大的力度 因为此时容彪已经开始反击收购明科 这下换文彪坐不住了 另一边叶荣芳同时着急了 因为他迟迟没等到文彪掏售明大的股票 他担心自己有父父亲直通没管理好明大 将反映荣天对文彪的了解已经志在必胜 镜头回到文彪这边 他们在大量买进明大 以及反收购中资金已经扛不住了 银行开始估算他们的财产不肯继续放贷 此时文彪手里仅有15%的明科股票 随时都有可能为明大收购 两头无法兼顾文彪只能放掉全部的明大股票保卫明科 因为明大在荣天的指导下没有反收购 反而放出更多的股票 所以明大的股价源风不动并没有让文彪捞到好处 相反荣天在收盘之前从明科手里买回所有明大股票 这次反击战中不但没赔钱 还在买卖明科中赚了一点 化解明大危机后董事会成员纷纷投来赞许的目光 随后叶荣恨按照父亲夜校里的一丝把历天实际归还荣天 虽然文彪在这次战役中受缩 但并没有影响他的意志 因为他所有投机买卖的初衷都是为了投标盖大楼 而最近台湾政府的新城市计划正是每个发展商的梦想 文彪当然不可能放过这次机会 为此文彪用附近的关系找到他以前的老大哥 老大哥有个大表和叫做陈峰书是台湾土地规划局的局长 只要陈峰书帮忙文彪中标的概率就是板上钉钉子的事了 由于目前台湾政府大规模扫摊他也在接受调查 所以老大哥让文彪等过了风头再说 但文彪并没有放满新城市计划的脚步 他很快让大哥行贿菲律宾经理让其放弹 但连正公署后脚就踏入文彪的办公室调查行贿案 于是明科被停止挂牌资金全部被冻结 汉术不分青红皂白咬尽是荣天检举儿子的 他咽不下这口气找到荣天理论 一言不合就拿到要看荣天 这是荣天第二次被追得这么惨 警察见状把枪追赶了上来 见实在不容掌控当场开枪射杀 最后汉术因抢救无效隐恨而亡 一场纠纷越现越神一发不可收拾 林正公署这边很快找到有力证据指控许文坤 其实调查员也知道这么一大笔贷款 并非只是他个人意思 只要他愿意出来执政弟弟许文彪 他们可以把他转为污点证人 文彪跟大哥说明了厉害关系 让他为自己顶罪 你做多少年了 每一年我赔一千万给你 并把所有责任归咎在荣天身上 一家人对荣天的仇恨值已经到达了几点 这天荣天一家人在外面吃饭 荣天出去上洗手间的间隙前台传话 有人打电话找他 于是弟弟荣泽帮忙接听了电话 文彪并不知道是荣泽接的电话 文彪话音刚落 直接杀手手持长刀对着荣泽一顿乱看 荣天回来发现躺在血泊中的弟弟 慌忙抱起他赶往医院 好在即时送到医院没有性命之忧 事后影星从志祥口中了解凶手的手背有此情后 顿时想起曾经走进文彪办公室的男子 这一刻文彪的形象在他心里彻底塌险 他开始相信以前他们口中文彪不择手段的事实 怀孕的影星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刺激 在回去的途中只见血液从下身流淌而出 另一边荣天把油门踩到底打算找文彪报仇 以百发失败的车速在马路上疯狂乱窜 正在这时几个纸箱掉落 荣天避之不及整架车子冲出公路护栏